不要靠近我 夏天到了 我就沒有臉見你了 你看我 又是出油 又是癢癢的 又脫皮 怎麼沒有一塊好的啦 你看看 是不是我洗臉出了錯誤呢 還是卸妝沒卸乾淨 到底怎麼辦啊 我們要用植物萃取的油 加入保養品 讓皮膚閃閃發光 想要保持美麗的小佩服 當然是隨身攜帶保持努力啦 用植物萃取的油 讓皮膚閃閃發光 對啊 現在又就是這個 春夏季節轉換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白天好熱 怎麼晚上 好像要披肩外套好涼 因為身體的這個溫差 要有室溫有沒有 要適應這個溫度 就已經夠辛苦 更何況是我們的皮膚 我覺得我最近皮膚要瘦掉 一下又覺得 一下怎麼又在脫皮 一下怎麼又好像乾 一下又怎麼樣這樣 這狀況很多 所以到底我們要想 選用什麼樣的保養品 又有什麼樣新的保養品 資訊要跟大家更新呢 兩位都皮膚好到這個炸開 應該是沒這個困擾吧 而且呢 現在春夏換季 你們會我們剛剛所上訴的 比如出油啊 或是冷乾脫皮 一定會會 都會嗎 紅腫脫皮啊 像我就是這個時候 就會這邊很會癢 很容易皮膚兩頰會癢 因為我是混合性肌膚 所以T字部位是有 可是臉頰兩邊就是癢癢 有時候你沒有隨身 攜帶那種保濕的乳衣或噴霧 還會有點白白的血血 因為如果是混合性 就有時候這邊在出油的時候 這邊還會很乾 對 對 就會癢 那你就拿這邊的油去抹 是不是很方便 好像不錯耶 好像還不錯 其實我覺得要讓皮膚好啊 不僅是外面擦的 我覺得吃也很重要 對 我覺得妳的皮膚狀況 是反映出妳吃了什麼 妳最近身體健不健康 但怎麼樣靠讓吃便皮膚更好 妳們兩位有什麼秘訣 有 我今天有一個小配布 就是我非常喜歡吃這個乳衣 鷹嘴豆泥 超討厭 有 我剛剛聽妳說超討厭 妳知道這個 搭無糖優格再加蔬菜 擠一點檸檬汁 還有一些中東的香料 超好吃 感覺很像 海東補育 這一餐就包含妳所有的蔬菜 跟蛋白質的食物 海東補育 我的部分是 妳知道拱立來台灣 就是他會去西華飯店 找一個主廚吃這個湯 然後他就分享她的 食譜 那湯就是用很多很多蔬菜 跟雞骨架熬煮 然後最重要的重點是白木耳 然後因為為了要上次的節目 我想說姐妹們分享給你們 所以我就特別煮了 對 大家就是可以喝喝看 所以這就是 滿滿的白木耳 妳看它的膠質 對 還有 是稠 它已經快凝固了這樣 對 是稠的 然後還有鳳梨小酥 妳們應該有喝得到鳳梨的味道 然後還有蘋果跟水梨 而且白木耳真的是入口雞 很好喝耶 對 妳看它好像很濃稠對不對 對 可是它喝下去是清爽的 因為它很多的這個 沒有油味 水果 然後如果你夏天想喝甜的 妳就不要加雞骨架了 然後妳就加冰糖 然後冰進去 然後再加枸杞紅椒 就變甜的 對 我覺得很讚耶 因為它喝起來 是沒什麼太大的負擔 對 然後也要推薦大家一個 我上次去一個小市集 找到的寶物 就一般都市人可能不曉得 這是什麼 這是桃椒 桃椒是什麼 就像那個 我去那個客家莊 那個老闆跟我說 這個叫做平民的燕窩 它有非常豐富的膠原蛋白 然後它口感吃起來很有趣 有點QQ的 然後小朋友也會很喜歡 所以它是像白木耳 可以做甜的 也可以做鹹的 它是像白木耳的那個口感 就是增加它口感 可是比白木耳再Q一點 那我覺得除了吃以外 我覺得女生的什麼前綴 好騙你知道嗎 真的 沒錯 保養品跟化妝品 要挑我覺得也是學問很多 你要選到適合自己的 夏季也要選一款 冬季也要選一款 基本上四季都要換 不同的保養品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即將要夏季 做到保濕很重要 防曬也是一定要做的 那兩位在保濕防曬方面 有什麼樣的心得 保濕的話 我自己都會用油 像這個是我用臉的 我會加入所有乳液 然後直接插進去 我也是 妳也是對不對 我覺得油真的超棒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 很多人對油有迷思 對 但是當然油 你要挑好的油 就像你在燉雞湯的時候 上面會有一層油 香港人煲湯 他會把那個油 放在上面養湯 那其實就像是這一層油一樣 養我們的皮膚 所以妳不用擔心說 這個油會不會很膩這樣 其實吸收 馬上就吸收 然後身體的 我也是用這種植物的油 這其實也可以擦頭髮 然後當彩妝的時候擦底妝 比如說粉底液加一滴 它是英國的有機油 裡面可以看到有大顆的花卉 所以它每一種口味 都有不同的花卉在裡面 我覺得好的油對身體真的很好 而且是萬用的 好的油可以把水分 鎖在妳的身體裡面 妳就推推看它的感覺 好香喔 很香 有時候一邊追劇 我就會拿出我的小器具 像我就會加點油之後在手上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這樣刮 不會黑色的嗎 皮膚很薄這樣刮 然後脖子這樣子刮 然後一邊看去一邊這樣子 咚咚咚 對啊 反正鹹的就鹹的 鹹的鹹的就是一心多用 刮沙也很棒 因為妳從頭開始慢慢刮 我也會刮頭耶 對 其實我覺得皮膚好壞 妳的飲料 那個保養品吸收好壞 跟妳的那個經絡也有關係 要不然妳再好的保養品 也吸收不進去 對 真的啊 但是妳看我們帶這個 對不對 妳看一下革命那一台 但我現在覺得 我這個有點燻掉了 因為我看到更厲害 這個就是滿滿我爸的愛 發明了這台 無痛刮沙機 然後它這個也是他自己做的 然後這個冠節 都是他開模自己做的 然後它其實就是 我會先塗東西在臉上 然後塗完在臉上以後 我就把兩個都打開 一個細分處 是不是不能乾的這樣弄 不行 因為其實皮膚經過 它還是會上去 它雖然說接觸的面積是很小 可是其實皮膚盡量不要拉成 不然會有細紋 而且細紋是當下看不到 但之後會有 它就兩個劍都打開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有拍打開 超厲害的 就是這樣 它就會這樣子 真的耶 小小回想到那個擠乳器 對 然後妳就可以把眼睛可以拉提 這也太酷了吧 好像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我都會這樣子 然後看電視的時候 一樣就是這樣 只是我爸 因為是我爸做的 所以他改良 我覺得 我每次都會 一個禮拜跟他做臉一次 然後就會說 妳這機器有點大聲 妳是不是可以改良一下 它可以這樣子 它就是微微的 微微的拍打 所以它對皮膚也不會 可是它可以 它可以調整你的大小力 但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皮膚會很薄 對 然後它還有 它也可以拔粉刺 這樣可以拔粉刺 對 因為妳知道 我現在是有吸土的關係 所以它會有拍打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 其中的一個關掉 我就是可以這樣子 它就是一直吸 它也可以刮沙 然後它有不同的大小 它還有一個大小是 長方形的 然後或是圓的 尖的 然後妳放著 然後妳吸力調整 然後用拔的 有重爆 真好 對 高爆感情超好 但我自己的部分 我比較重視的是 礦物質部分 像譬如說我最近在用的 這個是有微量元素的 保養產品 像譬如說它2016年 獲過精品獎 我有跟著台灣精品獎的團隊 到柏林去採訪過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 國家的一個團隊 但是它是致力於研發 就是台灣有一些 很不錯的品牌 然後推給推廣給大家 因為Made in 台灣 然後我自己部分 很喜歡是噴霧 我現在化妝 然後是可以直接這樣噴 然後想問一下 那個礦物是有什麼效 它是會讓妳更好吸收 還是怎麼樣 其實人啊 就是人其實是微量元素 像譬如說你可能聽到 美 鐵 心 美心同盟有沒有 其實身體會需要一些 這些微量元素 其實我覺得它還不錯的一點 是我眼睛很敏感 它是可以睜開眼睛 直接噴也可以 所以我就是有時候很熱 或是要降溫 我就會噴 然後散布時就會噴一下 是 對 然後我保養也很簡單 就是防曬很重要 然後保濕清潔 就是保濕清潔 然後水之後 我就會加乳狀的東西 就是乳狀的東西 我覺得它乳狀的東西 也都還滿不錯的 其實它沒有什麼味道 很清爽 我覺得洗臉也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的部分很敏感 所以像我的保養產品 全部都是用那種 無色無味的 我也是 對 然後以前是看皮膚科 它會介紹你一些 洗臉但很像白膠的東西 但是你最後還是會選自己想要的 然後它很好 然後我很喜歡 台灣自己做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產品可以產出 一定是經過了 一定有這個需求 然後去研發 研發了以後會補足一些 可能本來有的品牌 沒有的東西 而且我真心覺得說 台灣自己研發的東西 比較適合台灣的氣 真的 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去韓國買 冬天的時候 然後冷得要死 覺得皮膚超乾 妳在當下 買了韓國那種乳霜 覺得超好用 回來跟你講 真的用不到 因為太厚了 太油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針對自己的氣候 出了一些產品會比較適合 它很好吸收 對 它很好吸收 而且其實它剛才那個解鹽 你塗在上面 它其實有一點香香的 淡淡的味道 就是淡淡的味道 它不會說真的很像 完全是那種 這OK啦 可以吸收的味道 對 我還是比較好奇 就是說這個礦物質 裡面妳剛剛提到的 這一些礦物質 這些礦物質到底是怎麼樣 會被皮膚吸收 對 因為像我自己是使用者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找一個 專家 來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好的 那我們來歡迎 幸福專家 余專家 歡迎幸福專家 余專家 我們想要問一下 因為剛剛佳儀一直提到 就是說這個礦物質微量元素 是 到底對我們皮膚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這邊有做一張錶 可以很快速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舉例像美 我們的整個的膚質的改善 包括我們支氣管過敏 然後還有我們皮膚的亮度 其實都跟沒有關係 是 那我再看另外一個心 其實我們膚質最重要是 我的油脂能不能平衡 就是水跟油的部分 其實我們身體的油水平衡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它能夠平衡以後 它才能在我們皮膚 形成皮脂末 對 那這一層皮脂末 其實是防止外面的細菌 來入侵我們的皮膚 對 那常常因為壓力 跟紫外線的一些關係 甚至自由氣 然後會讓我們的膚質產生狀況 那再加上如果我們 一般我們平常吃的時候 又不對的時候 又沒有一些 微量元素一些補充跟保護 其實皮膚就會滿傷的 是 這就是我們一概知道的 這些礦物質 到底為什麼 會放在保養瓶裡面 它跟一般保養瓶差別在哪裡 那微量元素這一些金屬 其實如果我們身體 需要的足夠的那個部分 它叫微量元素 可是如果過多的話 就是所謂的重金屬 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對 那第二個是 微量元素要讓皮膚可以吸收 它其實要把它細分子化 其實我看到我的曬斑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嚇一跳 是不是 我其實又看到國外的一些選手 也有曬到皮膚來 然後我就說 我是一個高危險群 所以我才慢慢去跟我老婆 有沒有什麼男性的保養品 我在選手時期 其實就是 乳液在抹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皮膚就變成說 不會那麼乾澀的時候 精華液在下去的時候 所以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就是一種 真的找到對的東西 微量元素要讓皮膚可以吸收 它其實要把它 那這個也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在研發這一系列 產品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的原物料 跟它的製程技術 那第一個是 我們原始在找到 這個原物料的時候 它在製作的時候 它是經過兩千多度的 高溫的遙燒氣速 那我們把它上面破碎了以後 它就變成很細小的 那個微星分子 對 我們把它冷卻完了以後 就得到我們原先的原物料 但這個還不能用 那我們另外一個製程的技術 是要把它 融在水體裡面 那這個融在水體裡面 再加上這一個本身的原物料 它產生一個 非常高溶氧的狀態 那如果你產生 高溶氧的這個狀態的時候 它就會把整個水分子細化 是 所以你在噴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就非常容易吸收 它主要是這個樣子 因為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市面上 可能想到的那一種 這樣噴霧 它有時候噴了 如果它分子不夠細 它等於只是在表面 散發 它其實就是跟一般的水 是類似的 那整個臉部 要非常煥發的時候 要非常光滑的時候 其實 融氧是一個非常的好 重要的一個狀態 那一般我們的水體 大概溫度25度左右 它的這個融氧狀態 我們一般的水 大概只有三到四個米格 是 但是我們這個製程技術 可以達到7.2升或是7.9 它飽和的融氧狀態是8 所以我們基金是 滿飽和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自己在用的時候 還有做過非常多的一些實驗 其實對皮膚的吸收 跟整個的皮膚的調節 會有非常好的一個作用 它是這樣 但因為這個技術 還有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融外線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那個高溫窯的技術 那因為能量不配定裂 它幾乎它所有的能量 它會去保留在所有的晶體裡面 對 那我們在融氧的 水體的製作過程當中 所以它有一些的遠弧外線的 一些的效能 那這一些的效能 作動到我們皮膚上 加上微量元素 它會產生一個調節作用 這個也是我們跟其他的產品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的部分 等於是 我們皮膚上有多的這一些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進化出來 但是不足的 就可以把它補進去 這是我們特別特殊的地方 是的 所以剛才其實這樣也有介紹到 你們還有什麼清潔的啦 是 其實清潔很重要對不對 當然 其實女孩子每個人的皮膚 膚質狀況其實都不太一樣 每個人針對她自己皮膚的時候 有她習慣性用的保養品 是 我們為什麼會研發這一罐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特別拿到台灣金銘角 是因為我們的專利的技術 然後跟所有的製程 我們在很多臨場實驗上面 它是有數據的 第一個是我們使用的東西 尤其我們送到美額科大 每次在食安出現問題的時候 美額科大 它那個食品檢驗所裡面檢驗 我們所有的微量元素 它到底有沒有存在 是 它是超標呢 還是它是OK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東西是 我們還送到SDS 它所有的無毒測驗的報告 也通通都出來 它是OK的 那高溫搖燒的這個技術 我們在國內跟國外 都有申請到專利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我們都建議我們的朋友 如果一般的 他自己有 他固定的保養流程的時候 就建議他在清潔完以後 用這一罐來做保養 清潔完之後 對 清潔完以後 就先第一步就噴霧就對了 對 噴霧的話 它可以幫助他整個膚質調節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朋友 他的回饋就是說 他原本可能 他的皮膚狀況不是很好 可是他在使用過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可以調整到 非常好的一個膚質 所以你剛剛是說 這個圓紋外線的功能是什麼 它是促進新陳代謝呢 還是 它其實都有 促進新陳代謝以外 幫助整個的膚質的調整 尤其我們現在夏天 常常很容易被 出去外面的時候 因為冷熱就要去 有時候做到冷氣房 有時候在外面 膚質接受這種溫差的狀況 會很大 我知道有 像我自己本身是騎自行車 長途的運動這種 我們就很容易在外面 長期接受 複曬的時候 紫外線的這種傷害的時候 很容易有曬傷 其實我們車隊裡面常常 大家都習慣就是 騎一騎 騎到一個階段下來 大家休息的時候 就會稍微噴一下 也可以降溫 除了降溫以外 它還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就是對皮膚的鎮定 常常是 別的車可能出去外面玩以後 整個人除了黑以外 就紅 然後它會很痛 但是我們車隊的人在 噴這個完以後 回來以後就 沒什麼事 那可以定妝 定妝應該可以吧 我不建議 我比較建議的狀態是什麼 就是你要上底妝之前 先 好 保水 對 就是你 保濕 對 你先做 最基礎的就是 膚質的鎮定跟補充 然後你再開始上 其他一些底妝 它會吃得更飽 可是如果 比如說像你們騎車幹嘛的 因為外面真的很曬 但這一罐裡面 又有什麼微量元素 它如果放在 就是這種 太陽曝曬OK嗎 它完全OK的 因為 我們的原物量是 兩千多度的 搖燒濕 所以它 騎死越熱 它的效果越好 現在相信它來說是 吃它的功力 真的 真的 OK 那你怎麼看防曬這個事情 我們做這一系列的這個 產品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東西 是防曬後的處理 對啦 也是 防曬後的處理 因為如果你沒有防曬或曬傷 現在就有補救了 對 可以噴一下 講真的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保養防曬其實 清潔跟防曬是 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是 那你清潔好了之後 防曬如果沒差 那你皮膚也是很大的傷害 那這樣剛剛當然 專家有說他騎車 我們有另外一個好朋友 大棒球 是的 厲害 容易曬成烏烏烏烏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分享一下 他的保養之道了 歡迎棒球博士 歡迎棒球博士 光正前 彭博士 你好 我是老邦 你看起來好像沒有在 曬太陽 因為我也是球員出身 但是我其實曬了滿久了 但是講真的 男生哪有人在防曬 我是因為 這一陣子才是注意 因為老化了 是 以前男生 老化了 以前男生注意 拜託 男生在塗防曬的男生會被笑 男生根本沒有防曬的觀念 其實我在選手時期的時候 我都其實就是抹 防曬而已 抹了之後其實防曬 我們不是讓它變白 不是 是不要那麼紅 不要那麼熱而已 而且其實塗防曬是 預防皮膚病的這個狀況 但你後來開始怎麼會注重防曬 其實我看到我的曬班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嚇一跳 是不是 我其實又看到國外的一些選手 也有曬到皮膚來 然後我就說我是一個高危險群 所以我才慢慢去跟我老婆 你有沒有什麼男性的保養品 其實我這個穿插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你老婆會懷疑說 你到底想幹嘛 你可能會不會建議想保護自己的 我在選手時期 其實是 所以你就開始保養了 對 那就趕快 勤著防曬完之後 曬後其實還滿重要的 對 曬後保養 曬後的時候其實是最好的武器 其實我手上拿的這一瓶 終於找到一個 你全身 你臉都會發燙 可是它一噴下去 它只是滲透在裡面的時候 那個燙 就慢慢降溫了 然後就覺得 我覺得是滿有效的啦 是 你跟各位分享一下男生 你啦 你自己的這個 保養的流程 我的流程其實就是在 從接觸這一塊的時候 我就去買了一整套 從第一個從洗臉 整個臉都是亮的 是不是 然後再來 乳液在抹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皮膚就變成說 不會那麼乾澀的時候 然後 我的皺紋其實慢慢不會往下沉 然後慢慢往上提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精華液在下去的時候 所以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就是一種 真的找到對的東西 其實我在家裡就是 放著 那其實隨身器材就摘這一瓶 第二個時候 我們是戴口罩嘛對不對 對 然後其實 你就知道 真的 我那時候 我就噴了 它可以除臭 噴完之後 味道降低啦 所以它 余專家你剛剛說它是有什麼 對 它其實有除臭的作用 因為我們原先在做它的時候 因為查了很多的 PAPER跟實驗報告 它其實 所以它有一些的 除臭 然後跟一些的鎮定的 這些功效 那其實對我們人體 它是非常好 而且又天然 很酷 因為我女兒是國三 然後痘痘長了一整年 我女兒國也是 看到我說 因為洗很多種 洗到最後還是越長越多 我也是每天在想一些 什麼抗痘什麼的 有的沒的給它洗 最後我真的 就拿洗臉的給它 妳跟我一起洗就好 因為洗 對 它也有洗臉的 所以它有一個洗臉的 藍氣酸的 它把它洗完之後 再噴這一塊 一個禮拜 豆子都消了 真的喔 這個真的是 一定是這樣 我絕對是 因為你也知道 明人要講的話 一定要就負責 要負責 所以我女兒確實是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女兒很有自信 結果她現在比我來論真 大概兩瓶都帶著 然後我自己的部分是 我洗完臉之後 就會用噴霧 然後噴霧噴完了以後 因為我覺得洗臉的那個水 聽說是硬水 然後自來水的水 跟噴霧的水不太一樣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用精華液 然後因為它的精華液 其實也很好吸收 大家可以就是 有啊 我剛剛用它精華液 很好吸收 而且它還滿香的 然後接下來精華液 吸收之後 最後就是要用乳把它鎖住 就大家都知道乳鎖住 然後我乳在睡前會放多一些 因為我就想說 這樣子是不是就有那個 睡前動膜的概念 對 後膚 對 我大概就是保養就是這樣 而且其實滿簡單啊 而且他們家還有面膜也不錯用 就是他們家的面膜也還滿滿 滿好用的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特別的技術 它叫奈米維持檔技術 這種技術它其實 它是用微奈米的方式 把它做成糗狀的 我們皮膚的表層 它的間隙大概是一百奈米 那個我們是把它做成 五十到一百奈米 這個我知道 這個有一個好像是 德國的醫學美容廠商 它也是生產 然後他們做的是專門 都是在醫學美容中心賣的 沒有錯 沒有錯 那因為我們是在國內頂尖的 OEM跟ODM代工的工廠 是我們本身的主軸 那所以這個技術呢 我們把它生產研發 在我們這一系列的這個主體 那我們一般美容保養品 在做的時候呢 它的基底 基底液都是純水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就是直接用 我們的Foodle的 這一罐微晶礦的 這個做所有的基底 然後第二個就是用微子囊技術 第一個是它容易穿透 第二個是它的效果 它是穿透完以後呢 才開始釋放它的那個療效 所以它的效期會很長 而且它會很伸展 非常穩定 所以不管差的乳液啊 為什麼它會那麼容易吸收 然後呢 它的效果會特別地好 就是因為這個技術的關係 一般的你沒有做微子囊技術 因為它沒有包覆的這個作用 那常常有很多 舉例像維他命C這種 它是水性的或是子溶性的 有一些的 它碰到 我們的自由基或是其他的 一般外面壓力的狀態之下呢 它就會 它的活性就會消失 或是被中火了 就不見了 所以它的利價數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用這個技術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有非常多的好處 做動在這所有上面 應該滿貴的 對 不惜成本 就是台灣人的面子 真的耶 遺旗 賺洛湃 不知 臺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